大家好,我們是智慧妹妹的20 阿ヴァンギャルディ 想要問一下,因為上次來台灣是穩重的活動 那去了西門的一些台北的地標 那這次來高雄,我覺得跟台北有什麼不同呢? 目前有沒有吃到一些高雄的美食或到附近晃晃? 我們昨天來高雄,我們還沒有去享受高雄的美食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高雄美食或高雄的景點 我們選這些表演 今回初めて台灣でライブをさせていただく となって、メンバー全員十分に気合が入ってます 普段私達は日本の楽曲で踊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回は台湾の名曲だったりとか、歌謠曲で踊ら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ってますので ぜひ見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です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台灣表演 所以我們所有的成員都是信心滿滿 過去我們在跳舞的歌曲都是以日本的歌曲為主 為了這一次的大展開場 我們特別準備了非常多台灣的名曲 還有台灣的歌謠 所以請大家要期待我們的表演 然後來看我們來跳舞 KIDEN起點線上雜誌的提問 他們想要就是說 阿伯拉里、各位巡迴師 都會拍一些有趣的短影片 那這次來到大展開場 有預先想要去哪裡拍影片嗎 因為我們真的是昨天才到 所以還沒有什麼機會 去知道高雄有什麼很棒的 那個場所可以拍照 所以拍影片喔 所以也請我們媒體朋友可以推薦他們 幾個不錯的拍攝的地點 再來是Kohakuha雜誌這邊的提問 他們想要問說 在舞蹈的編排上 你們的立體感非常讓你驚艷 那這些舞蹈的成績 是說到什麼樣的啟發才會產生 像如此獨特魔性的風格 我們來自製作者 阿金先生に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這題請你們問我的製作人 還有我們的編舞老師阿金さん 我常見到來自製作人 然後有很多人曾經過往距離,真的像戰友, 遇到很多人, 一度看到人們的希望並沒有印象, 哪會在裡面, 而且拾帶弄緊張, 那麼我會想要去做一些想法, 我會想要去做這個讓人們, 台湾人士也有很多不思議的女人 所以台灣人士也有很興奮 大家好 我是他們的編舞老師我叫Akane 我平常在編舞的時候 我希望看的人都能給他們驚喜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各位現在看到我們的髮型 還有我們在這個時尚的設計上 我們希望是你看了一次 然後你就不會忘記 而且他們在外觀上 是希望帶給大家更多的衝擊的 包括我們的舞蹈 我們也希望在表演的時候 讓我們演出的人都能很開心 然後都可以笑 我知道台灣的觀眾朋友 看到我們整體的形象 好像是很不可思議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期待 接下來可以為台灣的這些觀眾朋友 帶來演出 謝謝 再來想要問就是說 這一次來到高雄大港 覺得跟在台北演出有什麼樣不同呢 這一次是在台灣第一次在觀眾朋友面前 然後直接這樣子來演出 那我們會邊跳舞 然後也邊看一下台灣的粉絲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非常的期待 那最後一題 我們想要問就是說 他們在裝法上面花了非常多功夫在準備 那劉海怎麼可以經歷這麼高強度的舞蹈 又如此整齊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像這個河童一樣的髮型喔 是我們非常厲害的髮裝師 就是Ju Kosa來為我們設計的 那為什麼這個 那個劉海不會落車是我們的七言一名喔 好 我們再問最後一題就是 請問接下來會安排更多來台灣的活動嗎 或者是有什麼地方想要做取景的打算一下 6月28日到30日到29日到30日retched 入獄與1萬的活動 4月3日 拍公を撮arin 在台北會有各場的演唱會 那4月3号开始售票 请各位朋友要赶快去购百 那接下来想要在台湾的九份 然后来拍这个影片